橙红色的烟尘直冲天际 俄罗斯对乌冬卢干斯克 载有硝酸的坦克进行攻击 不顾烟尘可能导致中毒 类似的无情攻击未来恐怕越来越多 过去在西利亚东人化武 屠杀平民 酿成数千人的死 出回乌冬克拉玛托尔斯克火车站 将俄军飞弹攻击 酿成超过50位平民死亡 剧船也是他一手主导 完全普丁就是要德沃尼科夫 不行任何代价 在5月9号胜利日这天 占领乌东顿巴斯地区 去里亚屠夫步步进逼 只会让更多乌克兰民众 混沌无情的战火之下 三连新闻 维持报道